翻开历史 你会发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提出所谓的世界末日说 但是这世界末日说了又说等了又等 但是我们还是在这里 但这并不表示世界末日就永远不会来临 因为有人说其实这世界已经经过了好几次世界末日 我们是所谓幸存留下来的 但是或者人类必须面对外太空运时的飞来横祸 或者是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会有所谓的大火山爆发 又或者必须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 饥荒 瘟疫 反正就像人家讲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古代的文明就这样子的消失了 这个理论当然很多的考古学家并不同意 但是不管是在宗教或者是从人类DNA的进化 或者从一次又一次考古学家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试证 这个理论似乎不再是胡说八道 而是一场逃不了的宿命 那我问你 你觉得现在的新冠状性病毒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末日病毒呢 当然我们知道它的传染力简直是强到大家不可思议的地步 当然你会讲其实这跟流行性感冒又有什么差别 提到这个我就不能不说 有人说如果你把一个人放在显微镜上 查他的一举一动 那就算是圣人也会被鸡蛋里头挑出一大堆的骨头 也许流行性感冒比冠状性病毒的感染力要大得多 但是没有人会知道 因为没有人会把每一个船上一个一个人拿来解释 他到底有没有得流行性感冒 人传人到底有多少人是轻症重症 甚至是没有症状的感染者 但是我却觉得钻石公主号事实上是所谓天无绝人之路 如果不是有这一条船让我们看到一个已经下船的人能够感染七百多个 能够有这么高的传染率这么高的死亡率 我们可能到今天还不会把这件事情当一个事 何况不管每一个政府是怎么样报道他们的确诊率 他们的死亡率都比不上这一个被隔离在海上的船 而这个事件也可以说是一个照妖境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政府在这种危机处理上 是多么的无能 多么的不可信任 这并不是告诉你要 当然你可能会说 你开什么玩笑 在第一岛链中我们处理的多好 我们都没有大规模的爆发 你看日本 你看韩国 你看中国大陆 这我又要说我跟大家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了 我每次打开网路去看有关冠状肺炎的新闻的时候 就看到不是在骂大陆 就是在笑韩国 但是更多的是说 你看我们处理的有多好 我们真的处理的好吗 从一个小小的口罩 在疫情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就处理的一塌糊涂 但是我认为现在的政府秉持着没有打不赢的仗 这个观念下 自从在2018年选战失败之后 大力加强了经由媒体对大家想法的一种影响 所以你所能看到的资讯就是他们要你看的 所以到现在我们不敢讲说台湾做的怎么样 但是大家对政府的信任以及感谢度 倒是一定是高到破表 这也许就是人家说的台湾奇迹 因为我们证明了一件事 你们记得在2018年年底 国民党整个翻盘 随着寒流从南到北 都是一片看好的声音 但是不到几个月 韩国瑜不但大输 现在罢韩也是烽火力行 接下来什么罢宴啊 可能一个一个立起来的骨牌全部都要倒下去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民进党痛定死动 他们了解到他们对网军 他们在媒体的控制 以及他们对人民的影响 在2018年证明是松懈了 所以他们通家反省之后 现在在几个月之内 就把台湾人的观点整个改过来 既然这个做得这么成功 那接下来你想 这个上方宝剑还会不用吗 我这样讲 一方面是表达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另外也是因为我认为 这就是为什么推背图 烧饼格这些预言 在未来的预言 会有这样子的走向 我们第一个要来看的 就是金灵塔碑文 虽然金灵塔碑文 我已经解了一次又一次 但是这几句话 因为我认为讲的是未来 而且是不可知的未来 我其实并没有太多琢磨 但是当新型冠状肺炎 开始发生的时候 我就了解到 他这里讲的可能是什么意思 但是今天早上 我又有更新一步的看法 你们来看 青气动山越 一线铁南当 一线多少次讲到台湾是 一线岛链 而这一线岛链 台湾也成了最后一个 没有大破口的 但是在这个预言里头 已经讲明 破口只是迟早之事 而青气就是这个 经由空气可以传染 我们挡都挡不住 的新型冠状病毒 现在再看接下来的两句 人风猛虎难回避 有福之人驻山庄 这一次的病毒就像洪水猛兽 来的话谁挡都挡不住 现在就连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CDC都说这个病毒 可能将来就会像流感一样 每年每年都会流行 也就是你今年没得病 你明年可能会得 也就是你今年没死 你明年可能会死 不要怪我为言耸听 因为大家到现在 我们所看到的还是在这里 台湾做得太好了 大陆做得太烂了 大陆的封城叫做违反人权 大陆的强制隔离 叫做不民主 但是台湾的同样做法 却是得正救人 却是做得好的不得了 我不是要唱衰我们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眼睛看清楚 脑筋想清楚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生命 是我们跟我们家人 能不能够幸福的生活的机会 大陆这样做 就像我们讲的根本就是唐贝党区 因为这个病毒可能早就已经爆发 甚至从哪里爆发 我们都不知道 可是现在在看接下来的这几句话 其实感觉就又会不一样了 翻华市变汪洋 高楼阁变泥缸 现在大家闭门不出 将来经济萧条 我们到底能过什么样子的生活 我都不知道 但是接下来的父母死 难埋葬 你们想一想 每一个得冠状病毒的人 可以埋葬吗 全部是立刻送到火葬场 封城就表示 人出不去 资源也进不来 在一下有这么多人得病 这么多人死的时候 爹娘死 是不是有的时候要儿孙扛 这个扛不只是 去把他们扛到医院 扛到殡仪馆 而且他们的病 可能这儿孙也扛了 也就是一个一个家庭感染 那你可能会问 既然你说大陆封城是唐贝挡车 那你为什么还对他们 这样子的加油打气呢 因为我说了 这个唯一办法 而且我们也有过成功的例子 SARS在2003年 很可能大爆发之后 就是这一个全球的末日病毒 但是在台湾 在东亚 在大陆 大家的牺牲 封院封城之后 这个病毒就被我们给挡住了 也就是从03年到现在 17年 我们又等于是苟延残喘了这么久 所以如果做得对 并不表示我们躲不过这一劫 但是现在大爆发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们只好再看一看 这下来讲的 万物同遭结 从一亿遭殃 看来情况是不太热观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转折 这里说到 信德大幕两条 知大夏 鸟飞扬走 反家邦 我想封城最后还是会结束的 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回到家里 至于这大幕两条到底是谁 我们可以静观其片 看看什么时候 这两条大幕会在新闻中出现 能得木兔方为兽 则即群生 乐且康 看起来我们还是可以恢复到健康 而且平和的社会 但是这要多久 这要多少人的牺牲 换过来 有人适得其中意 富贵荣华 百世昌 这似乎是告诉我们 早做准备早做准备 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太晚了 如果我们早做准备 如果我们大家同心协力的话 我认为这里讲到百世昌 是说我们有可能 可以平安度过这一次劫难 但是这里接下来提的 这说的是在以前 我们多么繁华 多么富足的生活 但是到了现在 潜水 鲤鱼中有难 百在繁华 一细消 到现在我还是不确定 这个讲的是不是香港的潜水滩 鲤鱼门 这个讲的百在是不是香港的99年租约 但是现在在看这个就会觉得 不管这讲的是不是香港 这讲的也是现在 现在看看晚上的夜景 是不是百在繁华 似乎都已经在一梦消了 我是王世云 也是神秘解码客 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见 再见